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平时我们和孩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 我觉得不应该算是高频词了 不要看动画片了 不要爬得太高 别吃手 别说脏话 别乱扔东西 我们经常需要跟孩子说不 每一个不呢都是一种限制 难免会引发对抗 很容易呢就此跟孩子大吵一架 然后不欢而散 说不背后的本质其实是保护 让孩子远离对他有害的事 但是呢却常引发亲子冲突 那指责命令卑鄙利诱 反而会激发孩子想要自己做主的叛逆 就像你在家明明正准备去做饭 但是如果老公一再的催促你 甚至指责你说 你怎么回家都不知道做饭呢 你怎么天天这么懒呢 听到这些 可能反而让你决定 我今天就不做饭了 那很多时候 孩子也是一样 他们想要拒绝的不是父母想让他做的那件事 而是通过拒绝这件事 拒绝自己被要求被强迫的地位 有时候我们只要改变说不的方式 就能用游戏轻松有趣的设定限制 既能实现对孩子的照顾和保护 又能让孩子笑着听话 在游戏力这本书里有很多例子告诉你 怎么用有趣的方式说不 效果都挺好的 比如有一个方法叫假装生气 什么是假装生气呢 就是用一些貌似威胁 但实际上傻乎乎的话 表达自己的情绪 比如 如果你再这样 妈妈就要唱一闪一闪亮晶晶了 用这样假装的生气来缓和气氛 那家长呢 借此表达了自己的情绪 又不会对孩子造成伤害 这个方法我特别喜欢 我经常会用 有一次呢 我陪我儿子学英语 哎呀 一个单词他错了好多遍 我真的烦了 那我当时跟他说 妈妈已经教了你五遍了 咱们现在再读一遍 这次不能再错了 如果再错的话 哎我说到一半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个威胁呀 那再错的话我怎么样呢 那儿子害怕的看着我哈 仿佛在等着宣判 那真的错了能怎么样呢 我也问自己 打他 骂他 惩罚他 真的有用吗 那孩子越紧张 他就越记不住那些知识啊 已经有很多这样的先例了哈 让孩子放松下来 才是最好的学习状态呀 那我就跟他说 如果这次再错的话 妈妈可就要亲你了 我就瞪着眼睛撅起嘴 做出要亲他的样子 那小树一下就放松下来 他咯咯的笑着哈 一边说不要 一边开始就读英语了 那这次他果然念对了 当然了错了也没关系哈 我就会使劲亲近他 逗他笑一笑 然后就继续读呗 那书里呢 还有一个叫臭狗蛋的游戏 我也很喜欢 孩子在某一个阶段 很喜欢说脏话哈 那家长就会很焦虑 说脏话多不好啊 你这跟谁学的呀 那可能也会很严肃的 跟孩子说 不准说脏话 说脏话不是好孩子 可是很多时候 你越是制止 孩子就越说得起劲 是吧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孩子喜欢说脏话哈 是骂人能够感受到力量感 他会觉得有力量支配自己的语言 有力量掌控别人的感受 只要一说某个词 大人就会大呼小叫的开始生气 他会觉得特别有意思 那有没有可能不需要说脏话 就能满足孩子对力量感的心理需求呢 科恩博士在书里介绍了 臭狗蛋这个游戏 他就会悄悄的告诉来咨询的孩子说 我的小名叫臭狗蛋 这是一个秘密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 那你猜怎么着 孩子会像条件反射一样 马上喊起来 科恩的小名叫臭狗蛋 那科恩博士马上又会说 嘿嘿 我跟你闹着玩的 我的小名叫米饭团 那孩子当然又开始喊米饭团 他就开始哀求说 不要求求你 不要告诉别人 那这个游戏让孩子感受到了语言的力量感 就不需要说出真正的脏话了 那我也经常玩这个游戏 比如做沙滩游戏的时候 有个孩子跟我说 大臭屁 我说大臭屁没什么的 我最怕别人叫我粘豆包 我一听到粘豆包 我就啊 浑尘发抖 那你可以想象 孩子马上就开始追着我喊粘豆包 那我怎么办 我就要做出气急败坏的样子 追着他 我要报仇 这个时候孩子跟我连结就更紧密了 也不需要用破坏性的语言 来证明自己的力量了 那有的家长可能会担心 这样嘻嘻哈哈的方式 不利于孩子学会遵守规则 的确 在我们的传统认知里 我们觉得管教孩子必须是严肃的 严厉的 似乎只有严厉或者放任 这两种选择 那游戏力这本书告诉我们 在管或者不管之间 还有第三个选择 就是用游戏轻松有趣的管 那我们可以做到 既用高标准要求和约束孩子 又能理解他的需求 给他们连结和爱 游戏绝不代表放任 只是避免了严厉指责和愤怒 这样的方法有助于亲子之间的连结 更有利于孩子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规则 不过再次能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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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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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